大家好 我是Rose老師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常吃的果凍 因為不太喜歡外面果凍的味道 所以我常常自己做 先介紹一下今天的材料 首先是濃縮的葡萄汁 紫素梅汁 這兩個都是跟果凍粉在同一家店買的 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可以推薦給大家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裡有芝麻粉跟杏仁粉 我自己想說反正很多人也做杏仁露杏仁果凍 我自己想說今天來試試看這兩款 另外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以前Rose老師也有介紹過的 這個是蒟蒻果凍粉 這個是無糖的 等一下用來做這四款的果凍粉 這個是五芬田的 等一下會用來做芒果跟葡萄的果凍 那因為這兩個水果都有相當的甜度 所以我就請店家幫我做一個比較少糖的配方 這樣子吃起來不會這麼膩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我就要來先做這個部分 首先來做這個無糖口味的部分 剛才Rose老師已經把所有的無糖的果凍粉都加進去了 那一包大概可以做3000cc 但是因為我們會加這些果汁 它會讓它的凝結力稍微差一點 所以我大概會加2700-2800cc 那你自己也可以做做看看 看你習慣哪一樣的軟度 哪一樣的Q度 你自己也可以做幾次以後自己調整 那我們就準備來加水了 這邊是1000 這邊是2000 那最後呢再加上700cc的水 那最後呢再加上700cc的水 這是2700cc囉 那這個呢 差不多攪拌好了 那我們就先把它放旁邊 那我們就來 把這個剛才我們已經弄好的水來把它煮一下 那我要說的就是呢 因為我們已經是用可以飲用的水喔 所以我們不用煮太久 只要稍微讓它滾一下 確定這個膠質已經全部都融化在水裡面就好了 但是呢要攪拌一下喔 那你看這個剛才 你看它已經有煮了一下下 所以它就是 你看可以看到它膠質的感覺 那我們就是還是要等它一下 等它滾一下 確定把所有的東西都有融化在水裡面 好現在呢這個水已經滾了 你可以看到它在冒煙也已經小滾 那我就先把爐子就把它關掉了 好那這邊也是差不多滾了 外面也是把它關掉了喔 好就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加我們要做成的口味囉 好我們剛才呢已經把這些 要做成蘑果的東西都已經煮好了 那現在呢我就先把它加到 這個是剛才1500cc的水 然後我這個有一個部分呢 我要先把它拿來弄芒果 所以我這個大概有7600多 那我不太喜歡把芒果放在火裡面煮 所以我只是稍微把它當它融化就好了 然後呢這個芒果 當然如果你可以放到火裡面煮芒果的味道會 果凍的味道會更好 但是我覺得我不太喜歡它芒果整個下去煮 我覺得它的味道會有一個芒果成熟的味道 我比較不喜歡 所以我只是把這些我已經切好的芒果呢 就直接加到果凍裡面去 那當然這裡面呢 也包括我們在那個芒果的時候所產生的這些汁 那我就是這樣子讓它就加進去就好了 好這是什麼火口味 那另外呢我要再做的另外一個是葡萄口味 那葡萄口味我另外我剛才已經準備了這個葡萄汁 OK 那葡萄口味說大概會加多少 很難說 因為我現在不只加葡萄汁 我還有加它原來的 我之前有機會放的那個葡萄的果汁跟果粒 所以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我可能會加到應該是說 如果我有果汁加果粒的話 我應該會加到將近三分之一的份量 那我就把它加進來了 對讓它可以 哇這個碗有點太小了 我呢把它倒到鍋子裡面了 好也好的 那再來呢因為是實驗性質的 所以我不敢放太多 我現在要做一個杏仁粉 杏仁口味的 然後呢我要用剛才這個已經煮好的 這個還是熱的 所以我自己想 我自己想的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知道 這做起來到底成不成功 感覺是怎麼樣 好我要講一個概念 有很多人去外面買那個果凍 買那個杏仁粉 他覺得可以弄得很均勻 我告訴你那一定是錯的 因為杏仁它是一個堅果的東西 它不可能完全融到水裡面 所以如果你用杏仁來做 你會發現它一定不是一個很漂亮的果凍 因為杏仁粉它本身它就是堅果 它不會完全融到水裡面 我們只能比較盡量充分的把它混合 但是一定不會 你在外面買的那個杏仁露它很漂亮 可以告訴你 那一定不是百分之百原食物 我也是做了一個芝麻的 不知道等一下效果會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我要來做一個紫蘇莓 紫蘇莓 為了比較漂亮 我給它放兩顆三顆紫蘇莓在裡面 加一點紫蘇莓汁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已經弄好的這些放在裡面 好這個也是你個人喜歡吃什麼樣的口味 酸甜的自己調配 然後做起來 你自己做完一次以後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你自己喜歡怎麼樣就做 好那今天呢 我們先做到這邊 然後我們需要時間等它這個果凝結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試吃囉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桌子上的這些不一樣顏色的果凍喔 這邊是葡萄的 黑芝麻的 紫蘇莓的 杏仁的 跟芒果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看看 這一次呢 因為沒有放那麼多葡萄汁 有放葡萄的果肉 所以汁的味道沒有那麼濃 但是因為有果肉 所以還是有不同的感覺 再來我們來試一下芝麻口味 那我剛才在拌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黑芝麻 它很融於這個 這個剛才我們的那個裡面喔 就是我們果凍的那個液體裡面 那我覺得應該會好吃 因為我加了很多的黑芝麻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濃郁 但是因為我沒有加很多糖 我覺得如果在加自己要吃的時候 加一點點葡萄 應該會非常好吃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紫蘇莓 我自己覺得 弄到這個顏色 以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它會太甜了 但是我們來吃吃看 我今天有沒有守護 果然真的有點甜了 所以平常我自己會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可能還會再加一點點葡萄汁進去 讓它酸一點 再來呢我們就要試試這個杏仁口味 那杏仁口味我覺得比黑芝麻難一點的就是呢 它的粉不太容易融化在那個整個液體裡面 所以我覺得很難弄得均勻 但是它因為杏仁粉是很香的味道 是香的 但是呢可能就像剛才黑芝麻一樣 可能要加點紅棉會更好吃 最後是我們的芒果口味 因為今天的果粒很多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味道是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味道是漂亮的 嗯 還可以 還可以還不錯 自己可以做做看 但是呢 還是那句話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酸一點 如果你不喜歡那麼甜的人 可能自己可以加點檸檬汁 如果是加點比較不熟的芒果的話 你這個芒果果凍的口感會更好 那這就是今天Rouce老師的果凍製作囉 希望有機會你可以自己做 我們再見囉 Goodbye I'll see you next time